一名男子走進店裡 沙發上幾個人都嚇了一跳跑出店外 因為男子的手上疑似拿著一把槍 在櫃台打電話的白衣男 更是皮皮剎高舉雙手投降 還找空隙衝到店外 辣椒水的那種槍啊 對 所以他遠遠看已經是真槍 然後隔壁鄰居嚇到 沒多久大朋友小朋友進店內 手上提著蛋糕 原來這一切都在演戲 要幫身為店長的白衣男慶生 但他嚇得魂飛魄散 還呆呆坐在沙發上喘著大氣 不過其他店員早已向警方報案 拿槍的那個還有帶他家裡的人來 就是小朋友跟他老婆都來 太熟了 然後就是 那時候有小吵架 這樣比較低真吧 這場烏龍慶生就在高雄前 正義家租車行 5月21號是高姓店長31歲生日 一群朋友突發奇想 找來26歲的張姓友人假扮強肺 戴口罩持著手槍造型的辣椒噴霧槍 闖入店內 還高喊店關起來 等到警方趕到時 沒看到持槍歹徒 反而是一伙人在吃蛋糕的 搞笑畫面 那個乍汗之下好像是震槍 那其實那是一個瓦斯噴霧槍 是那個防身的一個防藍噴擊使用 因為槍含有辣椒水 有危害他人疑慮 張姓男子被警方已設為法送辦 法官認為造型噴霧槍具有殺傷力 還認定就是催淚鎮爆槍 惡搞的男子又蒙面嚇人 因此才罰五千元 原本是慶生想留下深刻印象 結果把一群人嚇得臉色發白 還得是上罰單 這下不只印象深刻還窮大了 TVBS新聞李佔森 孫家娟高雄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喔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